《文藝人》 他們是20世紀音樂的經典之作 聽起來它就是一個時代氣息 回首百年 音樂穿透歲月 成為中華民族的不朽印記 這些久暢不絕 湧住心頭的旋律 正是我們民族的呼吸 民族的嚮往 民族的世紀之歌 《曲聲悠揚》 20世紀華人音樂經典 30周年會故 《曲聲悠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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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当时王室主席 在我们的节目策划册上 有写下了那么几句话 现在我三十年了 我记得特别深刻 一句是关于音乐家的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那些与我们一起走过从前 一起走过黑暗与光明 忧患与安乐 战争与和平 离散与团聚的中国的音乐家们 他们曾写下 多少深情的涌唱 多少积月的交响 而那些久唱不绝 涌住心头的旋律 正是我们民族的呼吸 民族的向往 民族的事迹之歌 这是关于音乐家的 你唱出一首歌 或哼出一段旋律 然后就有那么多的人 跟着一起唱 一起哼 久了那歌 那旋律便仿佛化作 时光和生命本身 化作关于童年和往事 苦难和欢乐 以至关于一个民族 一个年代的 永不磨灭的体谊 时任二十世纪 华人音乐经典活动 组委会秘书长的王石 曾先后任教于 解放军艺术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等 当他写下这些文字后 想出要总结近百年来 中国音乐家的杰出成就 于是决定要评选出 二十世纪海内外华人 创作的歌曲 合唱 歌剧等优秀的作品 1992年 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的 评选正式启动 二十世纪 我觉得是一个 在中国有太多 历史变迁的一个世纪 我后来想了想 中国的现代史真正是 在二十世纪展开的 现代历史 音乐也是这样 我觉得对于音乐来说 中国的音乐史来说 二十世纪 我认为可能是从古至今 最重要的一百年 因为这一百年才出现了 现代音乐教育 对 包括很多音乐的形式 也是到这一百年才演 一百年才出现了 现代意义上的音乐创作 过去没有 准确地说 从音乐经典的角度来看 是从1905年开始了 2005年 当时的杨渡和沈兴公 合作了一首《黄河》 这就是由被人称为 民国第一奇人杨渡作词 中国音乐教育家 沈兴公作曲的《黄河》 歌曲表现了辛亥革命前夕 中华爱国青年 面对祖国山河破碎 立志投笔从容 为国捐躯的凯然之寝 《黄河》也是最早由国人作曲的 学堂乐歌之一 对中国近代音乐所产生的影响 有重要意义 被选入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系列 中华人音乐经典 好像时间最早的就是1905年 这个杨渡作词的《黄河》 时间最早的是这一首 当然还有一些 还有李树桐的合唱 像《春游》是1918年的 那晚一些了 那么还有就是契乐方面 像刘天华和阿炳他们 也是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内 拿出了他们的作品 像刘天华的《病中寅》 阿炳的《二泉音乐》 《大浪淘沙》 都是那个时期的作品 那个时期开启了 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 可能也是中西方音乐的一个融合 《春风吹眠过于上》 《春人装束淡于花》 《有春人在花中兴》 《花花飞舞春人香》 《临花的白菜花花》 《雕花》 《一代中国人》 这个评论会是21个人组成的 像大陆方面最有代表性的 我想就是吴祖强先生和王立平 还有一部分指挥家 像郑小英和闫良坤 包括了台湾的许长慧和陈成雄 也包括了香港的费民仪和陈永华 就是大家在一起很热闹 热闹在哪呢 因为常常吵架 这时候你就分不出来 谁是内地的 谁是海外的 有的时候一个海外的评委 他为内地的一首作品 没有平上或者平上了 他高兴和不高兴 易于言表 我记得当时我们参加工作的 这些工作人员也都很激动 现在上京是个很有名的导演 那是我的学生 当时是个工作人员 他居然那次为了刘文金 那个《玉北叙事曲》二胡 《玉北叙事曲》 他跟袁靖芳老师两个人吵架 他说袁靖芳老师是一个大音乐学家 他跟袁老师说 袁老师如果你今天把《玉北叙事曲》 挡在音乐经典以外 我立刻就跳楼 他都激动到这种程度 他说这么好的作品 我们一定要把它选进来 在2001年 艺术委员会开设了第二次作品的临选 把从1993年至2000年 所涌现出的优秀作品 《经典音乐》都囊括其中 我们最后一首作品是2000年 最新的一部作品是郑小英老师那时候 他和作曲家一起做出来的 《土楼回响》 可是您的活动是93年 怎么会有2000年的作品呢 我们平了两次 93年平了一次 是平了93年以前的 后来我们想还不够完整 93年以后 20世纪还有这一段时间 还有一段 对 又做了一次 把这一段补上了 补上了 那就包含了 比如说八九十年代 那个时候 那就一批作品 对八九十年代 像很重要的一些作品 像谭顿 像叶小刚 像陈其刚 还有周龙 这一批作品 也包括许正明他们 对一些八九十年代的新作品 一大批的 歌曲里边比较晚的 最后的 我印象 一个是三宝的一个作品 还有一个就是张千一 给李娜写的《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 这是90年代 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 已经两点多 我已经睡下了 睡下了以后 我就听着敲门 我就起来把门打开 一看是李娜 她说我必须现在来跟你说 我刚录了一个《青藏高原》 我一定要让你听听 听听 然后她就放给我听 半夜两点钟 《青藏高原》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 《青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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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有这么一个信心 所以这件事特别感人 当时1937年10月的事 这是 但是1930过后 马上夏知秋先生和贵涛生 和贵涛生先生做词 夏知秋先生做曲的 這麼一首歌曲叫《歌八百壯士》 也叫《中國不會亡》 這首歌曲當時廣 就是馬上出了以後 大家成果傳唱 《歌八百壯士》 不停 在台灣人人都會唱 人人都會唱 這首歌也被評選上了 夏知秋先生在中央音樂學院 管弦系的教授 當時就被通知他來領獎 他也非常高興 在5月十幾號的時候 夏先生去世了 他在病床上跟老伴說 他說我 因為當時已經知道6月5號 就沒拿到領獎 他說我可能不能去了 他說你帶我去領獎 所以這時候後來 他的夫人 後來就到人民黨上去領獎 後來告訴我們 他把他那個獎狀 放在夏老的那個遺像的下面 所以這是非常感人 他們是二十世紀音樂的經典之作 聽起來它就是一個時代氣息 回首百年 音樂穿透歲月 成為中華民族的不朽印記 這些久唱不絕 永住心頭的旋律 正是我們民族的呼吸 民族的嚮往 民族的世紀之歌 《曲聲悠揚》 《二十世紀華人音樂經典30周年會顧》 現在請欣賞 《曲曲大洋歌》 選擇管弦樂春節族曲 1993年6月5日 中華文化促進會在人民大會堂 舉行二十世紀華人音樂經典頒獎典禮 海內外一百多位獲獎作曲家 和已故音樂家親屬 以及一千多名音樂家 參加了慶典活動 整個作品完成以後 我們就想隆重地做一次發佈 並且做一次紀念演出 那一天我最感動的就是 我覺得好幾代的音樂人 都在一起 有的八九十歲了 有的還三十多歲 很年輕 還有就是大陸的音樂家 和海外的音樂家 穿戴打扮什麼都不一樣 也走在一起 許長慧先生就特別感慨說 我的經歷從來沒有這樣一個時刻 是全世界的華人作曲家走在一起 那天王樂斌接受中央電視台採訪的時候 說了一句話 他說我現在覺得 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 站起來了 在音樂上站起來了 今天要向您介紹的這位鋼琴家 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劉詩坤先生 非常歡迎您來為我們演出 是不是先請您 向觀眾們講幾句話 我離開故鄉北京 到香港定居 已經整整三年半了 今天是我首次回到北京演出 我心情非常激動 我要把我今天演奏的 這首獲獎的作品 敬獻給首都的音樂聽眾和全國的電視觀眾 敬獻給首都的音樂聽眾 我們當時有個想法 要讓中國最傑出的指揮家 最傑出的歌唱家和演奏家 把這些最傑出的集合在一起 來詮釋這個世紀的 匯聚一堂 匯聚一堂 譬如說黃河大歌唱 向領唱傅海敬 他為了唱黃河送這一首歌 從紐約飛回來 我站在高山之殿 avoid this area 梁珊波與 저희昆台 演奏者是呂思卿 呂思卿根本幾乎跟我們生活在一起 就跟我們住在一起 他演奏 就小金鞋都去量住 優秀的華人音樂家 先後在北京 重慶 上海 天津 深圳 台北 香港等地 舉辦了44場規模盛大的音樂會 輿論界稱之為 華人世界前所未有的文化盛典 20世紀華人音樂經典 1995年在台北舉行音樂會 受到當地民眾的歡迎 台灣蔣偉國先生轉送來 漢聲發中道 樂意傳和情的題詞 台北 台中 高雄 這一路演過去 在台北的時候 那個音樂廳外邊放了一個屏幕 然後擺了很多座位 那些進不了音樂廳的人 就坐在外面 演出完了以後 他們就跟我說 坐在外邊的人有一個請求 希望音樂家到外邊來 給他們加演幾個作品 我們就同意了 大家也很高興就出來了 出來以後 最後一個節目是 《黃河大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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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河在炮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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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邊還有台灣的合唱隊員 整個唱完以後 那天的報紙 那天的報紙說 風在吼 馬在叫 黃河大合唱的雄壯歌聲 響徹台北夜空 台灣的那些聽眾 不熟悉這個作品 可是他聽到以後 他覺得特別自豪 特別自豪 百萬一場 誰有幾大又高 奔奔佼笑 古老 因為我主持嘛 我也是舞台總監 但是有的時候也要主持那場音樂會 我當時還怕就是我的這種 大陸的這種腔調和語氣 因為台灣 那時候我們是模仿台灣的 流行歌曲的那種 結果沒想到我弄下來以後 他們好多人演出完了在後台 哎呀 說你說話太好聽了 他們反而 這是我感覺 我原來沒有意料到的 您這是自鎮腔圓 但是北京腔是普通話 結果我們在這兒一去 他們反而覺得 哎呀 你們這太好聽了 包括曲千和老師朗誦那個黃河 黃河之水天上來 在台北 他們也覺得我太震撼了 黃河 我們要學習你的榜樣 像你一樣的偉大天下 這裡 我們要在你的面前 獻一首長詩 呼唆我們民族的災難 黃河之水 黃河之水天上來 二三十年代的那些作品 還有一個呢 就是我們的五十年代的那些作品 一級氛發的那種 一級氛發的那種 一級氛發的作品 就大幕一拉開 一續舉一響 敘割 一續舉一響 往那那椰林裡面 紅衣服的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蟲花 咔一個 哎呀 我這眼淚又下來了 就是覺得 哇太 就是經典 真是經典 二十世纪是个地覆天翻的时机 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 催动了新文化的开拓壮大 中国近代新音乐 也正是与此孕育成长 百年来 华人音乐创作的成果 凝结几代音乐家的心血 伴随着世纪的黑暗与光明 战乱与安宁 忧伤及欢乐 留下了太多动人的歌调 充满激情的乐章 但从哪几个方面说明它 是够代表作 够经典 能够代表二十世纪的华人音乐 我觉得第一个肯定是 它代表了这个时代 有时代性 我刚才说到这个时代中国 发生了那么大的历史变迁 整体来说是从传统社会 进入现代社会 这一百年发生了很多历史变迁 在我们的作品中间都能得到体现 第二个就是二十世纪中国作曲家的作品 这是全世界中国人的作品 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基本概念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觉得是在二十世纪产生的具有现代性 现代作曲技巧和理念 在音乐上达到很高的水准 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对 传唱的这种广度 这种广度就是一种认同 它就是上世纪一百年 中国杰出音乐家们的代表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